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a 吳佳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時我臨睡前要做的護膚心得 其實也不是心得 是想展示給大家看 這次除了卸妝護膚之外 我也是想介紹一下我的新歌 這首新歌是我一個人的 所以很緊張 嘩 看看 下完了 平時我臨睡時會塗13支護膚品 當然第一件事最重要就是爽膚水 爽膚水有三支 我重點推介兩支 就是這支和這支 我皮膚因為很薄很敏感 所以這些產品全部都是保濕 還有很防敏感 因為經常都很敏感 這支是很潤的 如果你們有濕疹 因為我很容易有濕疹 如果你們有濕疹的話 就最好這樣做 想要再刻意不及 想要再多分析 有沒意義 今晚的今晚的今晚的今晚 今晚的今晚的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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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些Lotion的時候 我會做到這些動作 像剛才你們看到 我會這樣推 其實因為我會覺得 哇 年紀大了 真的我不想皮膚 因為反地心急 我不想它這麼快對下來 會有些好像 告訴大家 你差不多年紀 但是效果是 很多人跟我說 喂 你瘦了 你的臉 怎麼好像小顆了 原來它收臉 是真的這樣練成的 我沒有心去收臉 然後之後 因為都差不多 有差不多一年紀了 我就要有些 類似修緊 你的皮膚的護膚品 每一個 每一個護膚品 我都要這樣做 要記住 你按的時候 要有些力度 不是這樣 要有些力度 要感覺上 你真的在按摩 臉 還有可以推到臉 你最好 按這些位置 不知道收不收到雙牌呢 最後 就是要這個 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 這個是油來的 我通常會滴幾滴 然後呢 就是塗在手心 然後呢 就這樣 慢慢地塗在臉上 繼續塗在額頭 這樣 你不可以爛的 因為我試過很爛 臨睡的時候 沒有塗 沒有塗三天 然後我已經 立刻氣敏感 因為皮膚很乾 所以你真的要很勤力 每天都要繼續塗 記住 不要爛 yes 塗完了 我可以睡覺了 現在 晚安 拜拜 拜拜